亲爱的弟兄姐妹 祷告不仅是个人向神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祷告也是圣徒集体的 向撒旦宣战的武器 保罗说用信心的祈祷 当藤牌就是盾牌 可以灭尽那恶者的一切的火箭 并且保罗要求大家为他祈祷 好让福音可以广传 显然个人的祈祷 可以灭尽魔鬼的一个方向的攻击 可是如何去面对恶者 从多个方向来攻击我们呢 那是需要众圣徒一同的祈祷 组成所谓的盾牌阵 使魔鬼无法趁虚而入来攻击教会 可见集体的祈祷是圣徒彼此首富的途径 二者攻击教会的计谋是个别 如一的打击教会的领袖和圣徒 包括借着家庭问题 经济问题 健康问题 人事问题等等 让他们灰心 四气信心 最终放弃神圣的服事和见证 集体的团契 相交 扶持勉励与祈祷 显得格外的需要和重要 是我们属灵生命不可或缺的 是能够堵住破口的方程式 但以礼书将祈祷看成是一场属灵的征战 话说 但以礼第一天祈祷就蒙运营 然而直到第二十一天 天使才将启示未来之道带来给他 原来 过去的二十一天 天上发生了属灵的征战 魔鬼拦阻天使 直到天使掌米迦勒前来帮助他 天使才能顺利的来到但里里那里 完成使命 可见祷告不仅要有信心 还需要恒心 在圣灵里的祈祷 使我们得胜有益 最后不仅我们个人要恒心的祈祷 同时要集体祈祷 参与教会的祷告会 及户外的灵修祈祷 并成为祷告先锋队的成员 打一场漂亮的属灵战役 永神一人